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彭博社的文章 题为Goldman称中国可能在全会前进行消费税改革 文章发布于2024年6月19日 探讨了中国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可能采取的税收改革措施 文章首先指出 中国政府正面临财政压力 主要原因是多年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 导致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紧张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 北京方面正在考虑通过消费税改革 来为地方政府创造新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消费税改革的潜在变化 包括扩大税机和提高税率 据高盛的经济学家分析 这些改革可能包括在零售商或批发商处收取消费税 而不是从生产商和进口商处收税 并将部分收入分配给地方政府 这些改革建议其实早在2019年就由中国国务院提出过 此外文章提到 政策制定者可能还在考虑简化增值税系统 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这些潜在的改革措施 考虑到这些改革可能会在即将召开的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会上公布 这个闭门会议是中国政治日历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预计下个月将召集约400名国家领导人 部长 军事首长 省级领导和顶尖学者 共同商讨为期一周的经济政策方向 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源于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 这削弱了通过土地销售所获得的收入 在此背景下 消费税改革被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措施之一 此外 全国范围内的房产税也被列为潜在的解决方案 尽管这些改革的进展 因疫情和经济疲软的后疫情复苏而推迟 目前 中国的消费税主要征收对象 包括烟草 精炼油 汽车和酒类 这些税收收入目前完全归中央政府所有 据财政部数据 去年消费税收入达1.6万亿元人民币 占全国总税收的近9% 从多角度来看 消费税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 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性挑战 包括高负债率和低增长率 通过调整税收政策 中国政府可以在不加重企业税负的情况下 找到新的财政收入来源 从而为经济转型提供支持 其次 从地方政府的财政角度来看 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已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收入 而土地财政模式也逐渐显现出不可持续性 通过重新分配消费税收入 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帮助其应对日常支出和公共服务的需求 再次 从税收公平性的角度出发 扩大消费税税基和提高税率 可以覆盖更多的消费品 从而更公平地分摊税负 这样一来 税收不仅仅集中在少数几个高消费领域 而是更加广泛地覆盖整个社会消费层面 然而 消费税改革也面临一定的挑战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难题 例如如何在零售终端有效收取消费税 并确保税收收入的准确分配 其次 改革可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尤其是涉及提高税率和扩大税基石 可能会引发部分消费者和企业的不满 因此 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在国际背景下 中国的税收改革也将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 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贸易摩擦仍然存在 外部市场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政府需要通过内部的税收改革 增强经济韧性 提升市场信心 最后 从长期发展来看 税收改革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一步 通过优化税收结构 政府可以更加有效地调控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 消费税改革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有助于缓解当前的财政压力 还为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 中国即将进行的消费税改革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影响 虽然面临挑战 但只要政策制定者能够科学决策 平衡各方利益 这一改革必将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感谢收看六度解析 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